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将这张纸对折 搅一搅对折 打开之后另外一个搅一搅也是对折 然后沿着这个中心点 四个角向中心折 我们折完之后呢将下边这个边 沿着外边这条线向这边对折 将灰色的部分露出来 然后像刚才一样继续沿着中心点 向里面对着这个四个角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留出来什么都不做 然后我们这样子翻过来 沿着这个中心线的位置 大概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我们稍微折一下 然后打开 这个整条变得四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向上折一个对 这个方向一样 对着向上折 然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接下来我们将这条边大概一厘米左右的位置向上折 折出一条红线 然后在这个位置和它相同的位置呢 也是一厘米左右向上折 好 下面我们将纸翻过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给它进行 画它的身体的彩绘 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印在桌子上 所以我下面放一张纸 下面放一张纸 下面我来画它的彩绘 这个地方是黄色 我们先给它涂黄色 我们先给它 它的头部是黄色 然后身体有橙色的花纹 我们来给它涂橙色的花纹 我们来给它涂橙色的花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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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涂完了 这是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来画他的眼睛以及嘴部的胡适 下面我们来画他的眼睛 大概这个位置 这样我们的抹角就做完了 非常可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